Blazard 在 Xbox & Bethesda Games Showcase 發表會中 確認暗黑破壞神絲將加入死靈法師的消息 並在第二場發表會公開了該職業的全新機制 《王者之書》的詳細介紹 作為在二代中就登場的代表職業之一 四代的死靈法師保有原先的技能特色 那就是玩家需要善用魂能和屍體 使用熟悉的古牢困住敵人 透過屍體召喚骷髏大軍淹沒眼前的一切 到了後期該職業將會有四種不同的流派 分別是海骨、黑暗、鮮血以及軍團 海骨能夠施放海骨之魂 搭配古牢困住對手 再引爆造成大範圍的傷害 黑暗則能夠使用分解和枯萎等技能控場 將黑暗魔法注入到敵人身上的同時 直接地上生成屍體 就能源源不絕地召喚骷髏軍團 鮮血讓死靈法師擁有轉手圍攻的能力 我們能進入鮮血迷霧中免疫所有傷害 並在拉完一群怪後釋放鮮血猩猩 將周遭的敵人一次消滅 而軍團極為經典的召喚流派 呼喚骷髏和魔像替你上前作戰 比起先前需要配置多個按鍵來召喚大軍 本作只需要設定這兩個技能 就能夠完成過去複雜的操作 為了讓軍團更加強大 死靈法師的《王者之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藉由《王者之書》選擇不同的專精 改變骷髏和魔像的兵種 若不想要這些軍團也能夠獻祭他們 來讓自身獲得永久的BUFF效果 武器方面死靈法師可以運用劍、匕首、魔杖、聚靈器和盾牌 也是唯一一個可以使用鐮刀的職業 看這一身可怕又獨特的裝備 死靈法師真的是傷到不行啊 《暗黑破壞神4》將於2023年推出 目前已經公布了五種職業 野蠻人、魔法使、蝦盜、德魯伊和死靈法師 你想選哪個職業來玩呢